两岸情势全球关注 印尼已经有动作 印尼外交部日前向媒体表示 针对在台湾的35万名印尼人 印尼政府拟定了一项 紧急撤回计划 这个消息一出 好多在台湾的印尼人都在讨论 有印尼籍余工 甚至一来就是10年 要是回去了 恐怕会影响到生计 还有工厂 还有看护工 也很多是印尼籍移工 护工厂 医院长照机构 到处都可以看到移工的身影 但如今印尼外交部公民保护局 催上媒体表示 因为台海关系 印尼政府正为在台印尼人 拟定紧急撤除应变计划 好想留在台湾 但在台35万印尼公民 新住民跟学生只占少数 剩下七成都是移工 百分之二十七点五属于产业移工 也就是在工厂工作 或是负责农林与牧业等 另外七成多是社福移工 也就是所谓的看护或帮佣 不管是哪个产业 没了印尼移工 影响都不少 没了印尼籍移工 也影响到台湾移工的生计 根据劳动部最新统计 印尼籍移工在台人数 约二十五万四千人占比最多 有百分之三十四点七六 越南二十五万三千七百多人排第二 接着才是泰国跟菲律宾 为何台海关系对印尼影响最大 专家这样分析 有非常多的这个在台湾工作的一些移工 已经陆陆续续回国了 那除了疫情 那更重要的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台海的一个情势紧张 也造成他们心中的一个疑虑 菲律宾的这一个部分 他向来传统上他是亲美的 印尼全世界第四大国家 那其实他也是一个穆斯林的国家 这些都造成了就是印尼国内 他们的一个亲中的立场 文化差异让印尼更加重视台海关系发展 但如果紧急撤回命令真的实践 将让台湾人力缺口更加吃惊 发言新闻冯文智罗大伟 陈南镇台北澎湖报道 嗨 我是庄宇杰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订阅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